露江大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梅哥 今天呢 我来到了这个 露江大桥 现在呢 带大家看一看啊 对面这里呢 看到一个石碑啊 这个石碑呢 是因为以前有一个战士啊 在修建这个桥的时候 无幸掉入这个混凝土中啊 就永久的留在了这个桥墩里面 然后在修建大桥新桥的时候 为了纪念这个英雄啊 这个桥墩呢 就留下来了啊 很多人来到这里 都会买一些东西来祭拜 也会凝迪 对面这座桥呢 是以前修建的桥啊 这个呢 是新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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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露江新桥啊 路过的车辆都会在这里淋迪啊 现在呢 我已经进来了啊 进来这里里面参观一下 进来之后呢 就看到有几行字啊 写的是通车有感啊 饿水闲山主重重 万里坦途指梦中 碧莉千任堪增龙 江河澎湃起通融 深山峡谷闲好汉 陆江两岸出英雄 猛士献神埋沟河 天罪从此变通途 然后进来 1950年10月19号 解放长度啊 这里是当时用来记录的一些笔记 还有军装 这个应该是第一代军装吧 现在呢 我已经进来了啊 一边要赶紧 二边要赶紧 三边要赶紧 要靠人民解放军啊 两个腿整进去 一边进军 一边来军 一边来军 军一边来军 军一边军 军军是一个军军人 十八军 十万大军 有八万多 有将近9万块石坡 把这个石坡成长 从一个标的地方 你要往下调 山坡大 还要一分不三变 一分一分的刀子要山坡 就下车的时候 修理会成山坡 这是银行山坡 这个视频非常的感人 讲述了当时是怎么绣桥的一个过程 这是什么机器呢 指南针尺 这个机器是望远镜 不懂啊 这些工具啊 水准鱼 现在我进来参观一下里面的 这些是摆放了一些工具 那是使用的一些工具 这个呢是一带桥 这个是二带桥 这里呢是三带桥 我们现在走的是三带桥 一带桥的话是走这边过来的 这里有一个桥 当时有一个战士啊 因为在租桥的时候不小心掉入这个混凝土中 所以就永久的就保留在这里了 这里呢是二带桥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从这里面进去的 从这里面进去的 这个是二带桥的一个泥子 一个隧道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 陆江的二带桥的位置啊 对来那种新鲜一点的对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谢谢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 曾经的千罪变通图 没有先辈的鲜血 和鲁令 就没有我们这么平坦的道路 向逝去的英雄致敬 尼臂 词尼致尼致近人 不过对 尼致中 是缠造的 不是 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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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